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又这么晚来 月珠 你先下去吧 嗯 怎么了 今天听到秦芷妍说 他最讨厌愿赌不服输的人 然后呢 你不觉得 他说的这句话 很像一个人吗 就凭这一句 除此之外 秦千贤曾经到访陈济山 话里话外透着玄机 他似乎也觉得 秦芷妍性情有变 你日有所思夜有所想 一旦念及于他 就会觉得 周遭的一切 成全了你的念想 他就在你身边 何必凭空猜测 亲自去靠近 去感知 不是更好吗 眼睛可以骗人 但是心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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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阿妩 你把披风给了那个女子 我看她胆大妄为 恐怕来头不小 咱们刚刚夺了新山 江湖上人人眼红 咱们还是少生事端为好 怕什么呀 就是 怕什么呀 阿妩把万路门的脸都打了 还会怕别的门派啊 我不知要她 她们的脸哪 那个江湖真是太嚣张了 带着手下招摇过世 生怕别人不知道她在哪儿似的 我们这次可以来个瓮中捉鞭 我们这次可以来个瓮中捉鞭的 别人不需要 那边就让她是桥很多 现在看看 到底谁是毕业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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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不了了 关进地牢 是 阿妩 你打算怎么处处他们 老规矩 女魔头 你干什么去 去做好事啊 昨天那个小短矛还挺有意思的 遇到她的话又能收获颇风 可是别人看不到你啊 对啊 那你去 我 我想吃完早餐再去行不行 不行 走你 之前禁地啊 抓到个见心门的傻子 现在正被关在地牢 他可是块肥肉 别怪兄弟不照顾你啊 此话怎讲 地牢蜀卫 在那傻子身上 画了个西弓法的阵法 到时候兄弟 别忘了来分一杯羹啊 苍蝇哥哥 牛魔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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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 牛魔头 你可不可以教教我怎么救他 救谁 苍蝇哥哥 他现在被关在地牢 你们万路门地牢会吸人功法 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呀 我不知道啊 再说了 我万路门的地牢也不是谁的功法都吸的 他现在就只剩下半条命了 你为什么要把他送进地牢呢 怪我喽 你们这些小情侣 人家要带你走的时候 你一百个不愿意 现在人要死了 这辈子也不会强行带你走的 你又一百个不愿意 你怎么干什么都不愿意 这么难伺候 这 这能一样吗 算了 不和你说了 我去救他 救什么呀 你知道怎么救吗 你 你救救我呗 这也 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滚滚滚 滚滚滚滚 小长 小长 愿小长 愿没人敢惹我 有有 有 有胆子 你再说一遍 这这 知道我是谁吗 我 门主徒弟 徒弟 你 莫非 我 我们 万禄门 没有什么地方 是我不可以去的 知道吗 胡说 门主徒弟 门主徒弟来这滴滴地牢干嘛 我 你 你管我干啥 你知道昨天那个管事的 被我师父收拾成什么样子了吗 你不让我进去 我就让你们 师父呀 动着走 开门 走 坐 坐 那你要找的人在那儿 苍嶺哥哥 这是万路门昔日生气的法阵 苍嶺哥哥 一定要撑住我 我一定会想办法来救你的 歌主 长远圣主派人送来请帖 邀您两日后前往宗门大会 这场 长远圣主愿意沉寂江湖 近来多有动作 这凤山大会 怕是有蹊跷 歌主 那这凤山大会 咱们还去吗 去 得去一探究竟 歌主 天类之音也敢打断 俗日 下去 可是 这是剑心门送来的书线 我看看 宗门大会啊 近来听闻 秦歌主兄长秦瑜生死未卜 秦獨女说 乃是柳门主将其杀害 这个时候召开宗门大会 想必柳门主是想成亲一儿 无趣 这种会我才懒得去 等等 既然那秦瑜乃至秦千贤的兄长 若柳门主因此召开宗门大会 那秦千贤去不去 秦阁主好似已经答应了 难得啊 那这会 我倒要去看看了 这么多年未见 秦千贤到底长成了什么模样 那是去召开宗门大会的 又不是让你去比美的 你们这些人我不知道 我去就是为了比美的 我回去打扮收拾去了 他是不是死定了 别哄了 我给你想个办法 你先利用你门主徒弟的身份 弄点灵单位给柳苍领 将他的命线吊着 然后再买通或者威胁开门的 几个逍遥客 借口你想独吞柳苍领的功力 从而抹掉他们的阵法 待得柳苍领功力恢复 你再给他机会 让他自己逃出去 你梦头你好聪明啊 废话 我去了啊 我 我是门主徒弟 我想独吞那个宗门人的功法 你们把阵法够抹了 姑娘 要不咱们平分 不行 把他给我放了 放了他 你虽然是门主徒弟 也不能这般行事啊 我是说 把阵法抹得干净一点 侦领姑娘 这样都行了吧 行 你们去把门打开 我要独吞那个人的功法 苍领哥哥 翅领 我答应过你父母 要好好照顾你 如今 只要你来相求 是我没有 已经在此调养 窝露门 现在说不定比外面更安全 只要 你这是何意 万路门 乃龙潭虎穴之地 即便你同我至极 也不该说出这样的话 你无须多言 万路门是什么地方 我心里有数 在杀父之仇未报之前 我是一定不会离开这儿的 只要 只要 你先在此调养 调养好了 你自行离开吧 只要 我会再给你带些灯药来 只要 让你与柳威 早日父子团聚 只要 伯父的死 绝非我父亲所为 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 只要 只要 你相信我 只要 只要 离开 贡主 前面就是凤山了 看来 我们倒是来早了 咱们千尘阁 向来极少出席宗门活动 早已惹得其他门盼暗中不满 为了避免闲言碎语 咱们还是早些道成为好 苏妍 千人有千言 剑路有千条 行人行好自己的路 做好自己的事即可 他人的闲言碎语 不用去管 是 这不是秦阁主吗 难得能在千尘阁外 看见秦阁主 秦阁主一句话不愿多说 当真是孤傲啊 难道是人来了 心却看不上我的 锦绣公子 我阁主并非你所 锦绣公子此言差矣 柳门主 常遇圣主 秦阁主 谎宯主 乃宗门圣地千尘阁的阁主 心怀大爱者 少一言 锦绣公子 莫要误会了 常遇圣主 诸位请坐 今日请各位来 是因为家兄有一事 欲向诸位澄清 想必近日诸位都已听到传闻 在下置有秦于身死 其女倒是老夫所为 这与老夫实乃荒谬之词 可指焉却言此凿凿甚有其事 未免诸位误会 老夫理当当面澄清 秦于兄失踪当日 老夫正受池之士之邀 于凤山饮酒而后饮醉 酒行已是天亮之事 此事池之士可以作证 没错 那日柳门主确实与我在凤山饮酒 直到天亮才离开 柳门主无需解释 我们都知道 你不是那样的人 你与秦于那是多年交好 我等都是看在眼里的 另外还有 令公子跟秦于之女指焉 那可是有婚约在身的 在下确信柳门主 绝不会行此凶残之事 柳门主 不知秦阳主是否有时间 继一步说话 南丘 阁主亲临 真令我凤山 蓬璧升辉 常遇圣主言重了 你我同为宗门众人 这已是千诚阁的本分 只是江湖就是如此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仍是我宗门同气廉之 仍是风波不断 令兄之事已成我宗门一桩悬案 但这世间黑白 总有水落石出之日 我听说 秦芷燕姑娘现在身在万路门 我宗门之女流落邪派 不知可有什么内情啊 我的意思是 若是秦姑娘是被掳走的 秦阁主可需我宗门相助 攻上万路门救回秦姑娘 芷燕虽然出身宗门 但凡事都有她自己的判断 她留在万路门本就是她自己的选择 我也不便强加干涉 秦贤倒有另一事请教 常遇圣主见多识广 不知是否听说过霍心术 霍心术 不知为何 不知为何忽然问起霍心术啊 前些日子翻阅古籍 无意中看到的 好奇而已 时间不早了 那千贤先告辞了 也好 谷主慢走 常遇圣主 这秦千贤可是查出了什么 他什么都查不到 只是秦芷燕的事 要抓紧了 是 没想到常遇圣主如此关心指言姑娘 常遇圣主对剑心门少主柳苍领失踪之事毫不关心 当提及霍心术时 意向是在欲盖弥彰 话说到此 阁主为何忽然提起霍心术 之前在柳苍身上看到过一个印记 像是被人施了霍心术 但是今日见到柳苍 他又言辞恳切 不似作为 但是对于此事 我们目前准的这猜测 很难拿到确凿证据 世间没有万全之策 违今之计 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你我即刻前往万路门 将芷燕从万路门带回来 是 我没有权了 不行 你俩有权的 你俩有权的 我将非る权的 你俩会在这边 不想好好画 你俩有权的 像我说说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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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啊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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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看 来 来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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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漂亮的 小姑娘干嘛来了 有什么事就说 可可帮你了 我 听说你们这儿有酒转单 我 想拿这块玉佩堵一下可以吗 这一看就是好东西啊 哪来的 不行了 不能送 一手就 就要 一手交玉 否则我可就要走人了 别急嘛 你找我 算是找的人了 你要的东西啊 哥哥这儿有 一手交药 一手交玉 对 咱咱咱咱咱 你 这儿可不正好 哈哈哈 你 这人 人祸两亲 同所无欺 小妞要是不想走的话 你哥哥们玩会儿也行啊 你 关门啊 怎么了 谁欺负你了 没我疼 你 五魁首啊 六六六 喝 那小妞又来了啊 来来来 听说 你们下套动了我的东西 我有没有说过 我最讨厌愿赌不服输的人 都死 来来来来 没事吧 慢点慢点 那个什么空空丸 效果看来还不错吗 奇怪 报告委长 我们派出去追踪江五的安罗位 情况似乎有异 他们如同石沉大海 再无音讯 你说什么 秦阁主 有失远迎 不知有何贵干 听闻小侄在贵门前来寻找 纸燕姑娘 正是 她确实在万路门 就在西岳峰 我这就带你去 请 对了 不知阁主有没有听说 最近江州城里有个江五在闹事 我想 不光是针对万路门 也没把千尘阁放在眼里 毕竟 江州城 也是千尘阁的地界 这边请 现在身体不行了 想当年再来一百个也不是我对手 现在倒好 稍微大动作就这么吃力 你们疼 行了行了 感谢的话就省了 要真想表示谢意的话 就赶紧给我做好事去 光说有什么用 好呀好呀好呀 我现在就跟你做好事情 秦阁主 这里就是纸燕姑娘的住处了 多谢林卫长 他怎么来了 秦阁主与纸燕姑娘慢聊 我还有事 先走了 劳烦李卫长 阁主客气 来 进 该在的时候偏偏不在 与黑赌场的人动手 是 非但如此 纸燕姑娘还非常愤怒 她说 她最讨厌怨赌不服输的人了 怨赌不服输 好 门主 您之前询问林卫长的下落 属下试菜得知 千尘阁的秦千贤阁主前来造访 林卫长亲自引着秦阁主 前往西岳峰了 知道了 阿达 你继续盯着 每日向我禀报 是 门主 我 早知道刚才就不让秦志颜走了 这秦千贤宝像庄严 好像在她面前 一切虚假都无所遁形 志颜 你在万路门可还好 万路门啊 挺好的挺好的 不 其实也不那么好 周围人都凶了点 是吗 是啊 这么聊下去迟早传报 志颜 跟我回千尘阁吧 万路门毕竟不是久留之地 你爹的事 我不会袖手旁观的 只是在查明 大伯父 我肚子好疼啊大伯父 你等我一下啊 我马上回来 这秦志颜怎么还不回来 这秦千贤比丽辰来难应付多了 对 厉门主 不知秦阁主身夜前来 是有何急事 来得急促 打扰了 在下是为小侄而来 听说她在万路门 讨讓多日 是时候将她带回去了 虽说秦纸烟是秦阁主的侄女 但秦阁主深夜前来 恐怕终是有些不妥了 立门主心系 我未曾顾虑到这些细节 待纸烟回来 我便带他离开 这段时日 叨扰立门主了 纸烟不久前入了我万路门 拜我为师 既然是我的入门弟子 这出入万路门 便也得随我 立门主的意思是 在下今日便无法带走纸烟了 但也不走 纸烟疼 秦阁先来了 你赶紧进去把她赶走 她那双眼睛似乎能洞察我内心所有的小九九 我看着就心慌 你等等 我大伯父来了 你赶紧的赶紧把这尊佛给我送走 我大伯父哪有这么可怕呀 哎呀 赶紧 赶紧 去啊 大 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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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主 你大伯说要带你离开陈济山 我不走 纸烟 我不走 我要在这练功法 你们既然没人相信我的话 那我就自己报仇 不信我就算了 我并没有不信你 那你为什么不愿意帮我爹报仇 此事还须 你不帮我爹报仇就是不相信我 我就在万路门待着 我觉得这哪儿都好 好 你若不愿走 我便也不强求 立门主 小侄在万路门 便有劳照顾了 不劳费心 你若不愿称 不愿意有没有 你若不愿意有没有 你们跑得要走 她的 我 去 去了 赌场不是你该去的地方 是 是 我再也不敢去了 借我十个胆子我也不敢去了 你 他怎么也在 喂 起身了 哎呦 我的腰 立成岚怎么来了 我不知道啊 我刚一进门就看见他和大伯父在那儿 好吓人 立成岚真的好可怕呀 明明是你大伯父比较可怕吧 明明立成岚比较可怕呀 随便你觉得谁可怕 总之没让他们看出破绽吧 应该没有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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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